我们就拿这次意大利海难这个事情吧 就是这些偷渡客 百分之七八十是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 像尼日尔啊 这些个地方的人 那么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 变卖自己的家产 给这些偷渡的组织者舌头 这帮舌头是非常贪婪的 往往这么一个人 就这都已经是难民了 要他们多少钱 人头费大概就五百美金到一千美金 这是在穷困的非洲 就经常这些倾家荡产 把房地全卖了都不够 好不容易把这钱凑上来 有人说那么不给舌头钱 我自己往过走通过这 这些舌头和地方那些武装都有勾连 你想不跟舌头互相勾结 通过这些地方几乎不可能 甚至有的自己跑过去了 都到了这个利比亚和这个 就地中海洋一带了 要被舌头发现你是自己想偷渡的 那毫不留情把你除掉 甚至把你杀了之后 失守在那失踪 那么首先一道关 并不是海上 而是要经过撒哈拉沙漠 我们去转发了 我们说为什么有这么大沉船事故 严重的超载 正常那个船上可能装的人也就是二三百人 你装了七八百人 说当时有一艘葡萄牙的商船靠近这船的时候 这些舌头为了躲避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把船上这些难民往另外一侧赶 结果造成这个船不堪负重 侧过来了一点点沉了翻了 所以就是舌头为了赚更多的钱 那是往死了往船上塞人 就不管什么地方都能塞下人 而且这里头有相当多的人 有可能根本到不了目的地 就没有海难事故发生的话 有可能就死到船上了 我们不少朋友可能还记得 当年这个往美国运黑奴的过程 很多人看过一些电影作品里边描述的 那就是舱里边 阴暗潮湿 还经常混合着那种废气也排油气的味道 把人往里塞 塞得越来越多 最后都喘不上气了 有很多人窒息闷死到里头 或者在船上一旦又有传染病发生 一死死一片 这些舌头残忍到什么程度呢 谁要死之后直接扔海里 为啥船后边跟着杀鱼呢 为啥鱼得了 所以像这样偷渡的事 不光说这趟海运线上 舌头是不管你偷渡客就死亡的 因为这些人本身就都是违法的 所以他怎么处置 这都属于法外之地 所以在整个这个偷渡过程当中 显向欢声 最后 九死一生 能够过了这关的 那是少数人 还有更多的人 在道上就没了 或者海难 因为你看着 不要选择冬季 在地中海这偷渡 因为冬季说地中海相对风停浪静 可是大海我们知道 哪有那么多准处 而且这些舌头驾驶的船只 那不是什么设备精良的大船 有很多船只都是被淘汰了的 本身就存在着巨大安全隐患 稍微有点风浪起来 很可能就得丧身在大海里